来了来了 你就是我阿姨介绍来的吧 对对对 那个 长得还行 我的时间很宝贵 咱们成话短书 有房子 呃 这个现在还没有 那车总应该有吧 最起码也得三十万到四十万代步 不会也没有吧 到这样 我条件也很简单 第一 我有很多男闺蜜 关系纯洁 但你不可以干涉 第二 每天给我三千块钱生活费 我喜欢逛街 喜欢买东西 那是贫费 第三 小黄 走 穿衣服走 姑娘 要是谈生意的话 你找错人了 还不是你们几个意思 相先还找着赔啊 我时间很饱饿 你们是在浪费有时间知道吗 行 那咱就按你一天 要三千块钱生活费是吧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每个小时六十分钟 合着一分钟两块多钱 从你进门到现在 不到五分钟 我给你按五分钟算 这十块钱 是耽误你的事情 哎呀 对了姑娘 告诉你这实话 她下面管理了好几百人 不是商界的老板 就是企业的名领 你还真小瞧她 走 大叔 哥 哥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 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你这么大老板 要不就留着一件 我必须要不着玩 她是群如 朋友 别想太多生活费 是群如 像一首歌 总有 哎 亲爱的 这儿呢 昨晚去哪儿了 就像弄这台车了 付钱去吧 我问你昨晚去哪儿了 我找了你一宿 你知道吗 去我男闺蜜家了 她跟她女朋友分手了 我俩谈谈心 怎么了 怎么了 也没干嘛呀 她要干嘛嘛 你是我女朋友 你跟别的男的 在一起待一宿 她就是我闺蜜 我们俩是好朋友 赶紧把这车钱付了 咱俩回家 好朋友 好朋友喝一杯饮料 好朋友搂搂抱抱 我要是跟别的女的 在一起待一宿 你怎么想 你花钱时候想起我了 你怎么不去找 你的男闺蜜买啊 你别在这儿无力取闹 你要是接受不了我跟她 咱俩就分手 这个世界怎么了 一个女的彻夜不归 男朋友问问都不行 你懂什么呀 卖你车得了 我是不懂 但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纯洁的男女关系 你男朋友问你是因为关心你 作为女人 你应该结身自好 这男闺蜜就算关系再好 做事也得讲分寸吧 毕竟男女有敌 如果一块肉烂了 那招来的肯定是一堆藏 你懂什么呀 我们俩就算是在一个被窝里 也不会有事 她就是我男闺蜜 兄弟 找我媳妇可得擦了眼睛 现在就是这样 将来结完婚之后 不得把你女的发慌了 不你怎么说话呢 人家说的没错 你已经不是一次两次这样了 咱俩还是分了嘛 我也想亲你一下 这车 还是让你男闺蜜们吧 别亲爱的 我错了还不行吗 滚 我再也没有对你伤情 我不说 为什么给我分手 我不想说 还遵硬 我今天非要打到你服务客 不用你打 我自己打 我自己打 给你打第一下 是对我自己的惩罚 给你打第二下 是怪我自己眼下 为什么不让你打第三下 是对你的牵扬 想给我自己的最后一点追眼 如何才能放得下 怪我生气傻 原来四面是什么的可怕 你一身在抵达 我一哭到上哑 爱过恨过的我冲下的 爱过恨过的我冲下的 你一身在抵达 你一哭到上哑 我爱过恨过的我冲下的 我冲下的笑话 闭嘴 我不会做你亲爱的 前进我有一百种方式去爱你 好 现在 我要用一万种方法去忘记你 别是想要什么 吃什么 玩什么 我都尽量满足你 我这以后 你告诉我 我得了什么 我得了什么 再原谅我一次 一旦落下 她就再也回不去了 她就迟到一分钟 我生日你不知道吗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去外面给我反省 什么时候反省好了再滚进来 快点啊 你的改变很难解决了 我的剧院也不是天生的 她就迟到一分钟 你不至于吧 她就迟到一分钟 哎呀 就一舔狗而已 我还吃不了她了 一会儿就得进来跟我认错 你等着吧 她可真够甜 真的算啥呀 服务员 舔菜 一会儿还让她买单 一舔 给你看 你扫骨子 我给她 你小子 哎 谁让你进来的 反省好了 让你进来 你喜欢那个包 两万七千八十三块钱 我没钱 我用手机分期给你买 你说你生病了 我从医院打着点滴跑去找你 可是你呢 你就因为跟朋友玩游戏拿我当赌注 说什么随将随道 你一次又一次这样玩我 你当我傻吗 你当我傻吗 我从医院打着点滴跑去找你 我从医院打着点滴跑去 你怎么意思 还能玩上至于吗 姑娘 这人得将心比心 才能以心坏心 就让她这条狗好点 狗都只能冲她腰位了 不是你 兄弟 别拿痴情换无情 老爷们该喊什么就喊 喂 告诉你 走着你别在找我 兄弟 再一个不礼望了 别扯大 只得搞什么 把我闪了吧 不要紧牙关 命令我发出这句话 天黑之前再讲一句晚安吧 就这样吧 往后的日子 上个人 白沫一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清楚得很 跟你说了 别让你妈来 你还接她过来 你还想不想过了 我妈最近生你不舒服 接她过来警察警察怎么了 老家没月吗 农村不能看吗 飞机来这干嘛 那不是在我们身边方便照顾吗 你伺候吗 再说了 你妈那个脑子 家里的智能家具她能用吗 又坏了怎么办 又坏了就再买 只要妈高兴 全砸了又怎样 上到衣柜电子机 下到毛巾亚刷 家里有什么东西是你买的 你凭什么在这儿跟我知机外玩 啊 我是你老婆 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你念我回家之前 这个农村人必须在我眼前消失 你听见了没有 农村人 你再沉浸宅几年 是不是连自己跟在哪都忘了 你想什么东西都顺着你来行吗 你自己去赚钱啊 天天在家你不是吃了睡睡了吃 你能干什么 杜紫义 赚几个臭钱 就开始嫌弃我了是吧 臭钱 我看你花我钱的时候不也挺香的吗 这几年你用着我赚来的钱来修饰你自己提高品位 是不是觉得自己变高贵了 你妈我妈分的那么清楚 没有我你是个干什么呢 你 反正我不管 你要是还想好好过 这不是听我的 以后分家分个正底 有他没我 以后我没他 行 听你的 你干什么 给我 这个包是我买的 房子是我付的钱 我要通通拿走 一付就当我发发善心送给你了 从今年起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 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咱们老死不下往 顾紫义你来真的 真的不能再真的 不是你说的吗 分家 要分得彻底 就是爱他深处才认他 舍不舍的都断了吧 都凉了怎么喝啊 打车太难了 我打半个小时车都没打到 我跑了四五公里跑过来的 我再给你买一杯 看都几点了 商场都关门了 我看好多鞋都没买上 咱明天咱们 肉母着 你把鞋给我脱下来 你脱鞋干什么呀 把鞋给我脱下来 你的改变很难解决 老商场一天都累死我了 我的志愿也不是天上一遍 别跟着我 收敛了 喜怒就很变 喂 李总 你咋去了 我工作做完了 我就先走了 你说什么玩意儿 别人都在下班 就你一个人先走 我是不是给你点了 我就给你十分钟时间 赶紧给我回来 我要看不到人 马上收拾就给我滚蛋 老板 兄弟 怎么了 连续加班三年 加班费加班费 没有 女朋友还给我帅点 来来我今儿少点下班 是想给自己过个生日 结果就银行给我发条信息 就我生日款 像我这样迷惘的人 像我这样迷惘的人 看着那边心腰冷了吗 这绿灯倒计时 不是让你快点跑 而是告诉你 该停下来就停下 这人也一样 妈 我这两天不在 我妈还好吧 放心吧 刚吃完饭 睡下了 好 那我就放心了 小龙 你在哪呢 我在家呢 我在家呢 你下楼 我给你买了点东西 你下来取一下 老公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我妈呢 阿姨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阿姨睡觉呢 我问你我妈呢 哎呀 前几天阿姨说城里住着不舒服 非要回农村 我怕你担心嘛 所以 憋 接着憋 我憋什么了 农村上睡觉早 肯定是阿姨睡下来 你还在撒谎 你给我过来 来 你看看那是谁 阿姨 你看这老太子真是的 明明告诉我要回农村待几天 怎么跑这来了 站住 到底是我妈要走 还你要你撵她走啊 你不相信我啊 我是你老婆 你不相信我相信你妈 我妈 我妈养了我二十多年 你要我相信你 多想再回到处事的街上 他一遍 哎呀 你咋回来了 妈 我这样 只要你俩过得好 妈就好 没错 我就是不想跟她生活在一起 不想看见她 这是我的房子 我可以说什么 你的房子 这是我妈把老家房子卖了 才有现在这个房子 那不是给咱俩结婚用的吗 既然是我的房子 那和她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我妈养有小 我叫我妈老 你说有什么关系 假如啊 浩宇提前回来 本来想给你的惊喜 你把阿姨给撵出来了 你怎么想的呀 小主啊 是阿姨自己要走的 跟人媳妇一点关系都没有 妈 她配做你儿媳妇吗 她配吗 不是所有的对不起 换来都是没关系 我妈从老家带了一大堆 一大堆的土特产 可你呢 从一进门就一脸的不高兴 还用嫌弃的眼光打亮她 连拖鞋都不给她穿 还弄两个塑料袋给她套脚上了 还没坐下呢 就为我妈回去的车票买了嘛 我妈当时又是一愣 说买了 紧接着就问什么时候的车票 我妈吞吞吐吐的说 晚上的 结果连饭都没让她吃 就让她走掉了 她根本就没有买票 她看出你嫌弃她来了 她怕我们两个人吵架 你为难我 她才走的 我妈也许不是你眼中体面的人 但就是她那双手养育了我 挣出了我们房子的首富 我真没办法给你过了 好好好 离就离 有什么了不起的 农村这个老东西 就应该好好在农村待着 农村人 农村人怎么了 你们家我上鼠三代 不都是农村的吗 没有他们 你吃什么喝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嫌弃他们 可是农村人就是伤呀 你嫌老太太张 没有老太太 哪来的你老公 哪来的你现在住的新房子 你嫁给你老公 也不求你善待她 你对她最起码的尊重应该有吧 自打你婆婆近眉 你就算你这怎么把她护回家 这是人干的事吗 我问你 为了一个招老太太 你就和我离婚是吧 离开我 你就得打一辈子光贵 我看 娶了你这样的媳妇 还不如打一辈子的光贵 你呀 不用担心人家离开你以后会怎么样了 你应该担心担心你自己 还能不能嫁出去 人在这 天在看 你现在这样对待人家老太太 将来就会有人怎么对待你 好自为之 智勤多福吧 我看你钱呢 咱妈不前一阵生病了吗 又买药又住院的 你意思咱妈赶一次吗 花25万是吗 那干嘛要金子走的啊 你知道现在药都可贵了都 你还骗我是吗 你弟弟新车哪来的 这你给买的吧 不是我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了 再说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帮一把怎么了 我没帮过他吗 当时你弟弟说要买房子 不要管我借钱 我直接奔都没到 我借了他三十万 结果让他还的时候呢 他说我是对家赞助给他的 三十万 你当他家钱是大风寡来的吗 你家那么有钱 给他拿三十万怎么了 怎么了 三十万那是钱 你以为是嘴巴子呀 说给就给呀 那你不放他 他怎么结婚呢 我用没有帮他把孩子也生了呀 我娶的是你 我娶的不是你弟弟 他是到山里带的呀 我还得帮他 这样的福地摩 你还跟他过去啥呀 走吧 哎 你今天又赶走咱俩 分手 我不该太依赖 你们两个不是一个偷穿的吗 这回你们两个一起滚 何苦在踏走海的时候 让眼泪显得太突如 死了你 你都不成我了 你凭什么没有我 允许去拿到我公司三十万 我为什么不能拿 就凭你是公司老板 我是你的女朋友 我是公司的老板 不假 可公司还有其他的股东 你让我怎么跟他们交代 马上把钱还回来 管是还不来了 我已经拿去给我弟弟 交房子首付了 什么 你拿我公司的钱 去给你弟弟买房子 你招什么行为吗 哎 斯林 你干嘛去啊 我还能干什么去 我把车卖了 把公司这堵上 别了 车也让我给你抵押了 这买新房子不还得装修吗 周苗 我这X是服了你了 你拿我当什么了 提款机吗 你弟弟上大学 学费是我拿的 毕业以后工作也是我安排的 现在就连买房子也让我拿钱 这娘的三个孩子 不得也让我帮忙啊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咱俩都快结婚了 我连去配你钱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再说了 他是我亲弟弟 我作为亲姐姐 给我帮他一把子啊 对了 我弟弟还想买个新手机 你开着办吧 姑娘说世人话嘛 老话说得好 娶妻不娶俗笔吗 这回我真是长见识了 他娶的是你又不是你弟弟 不是你谁啊 我们家的事 我已有什么问题 我这男朋友公司的股东 你花的钱也是我的钱 做个木管 不是 孙林 我花点钱你至于吗 这回你还想不想结了 那就误解了 谁又愿意到俗笔某的习生品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 你至少把公司钱还回来 不然法庭上去 我在里边试半天 你不买就不买 拍拍屁股就走 你不想丢人了你啊 我又没事 我丢什么人呢 那再说了 没人规定试的就得买了 你要喜欢自己付款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就不想给我买是吧 我给你买的东西少吗 一月元旦 二月过年 三月女神节 我二零过班 你还给我过儿童节 那么国庆了 你咋不过呢 我不也有没过的吗 青年节没过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 我说话难听 有你做的事难看吗 前两天我给我妈转三千 你硬生生是给我要回来了 说什么给我买衣服 我差了四千块钱 你干这个事儿 那是人能干着的吗 你妈不就给我转三千五吧 还想赚点呗 还有我这衣服呢 都穿你身上了吧 十月一要我带你全家旅游 张口五万块钱 怎么让我钱大风过来的吗 一年就剩这么几个月了 我直接三百六十五天 我天天给你过去 啊不对 是你谁呀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你勾扫这么急 你还赚个男人吗 不是你心我就不难 不跟你买单我就不难 咱们俩在一块这几年 没有哪份工作 干的超过一个月 不是先工资低 就是先工作累 钱那么好赚吗 啊 我没有梦想吗 我也有追求的 但是我都放弃了 因为我得负责任 我得有担当 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我想的不敢想 你知道吗 我只能每天 没日没夜地加班 应酬喝到烂醉 我把心里瞧不起 自己低头哈腰 陪笑脸那样 我就是为了领导能开线 那给我一点薪水 因为我知道 人得命运 梦想跟生活比起的 真子们一分都不值 为了你 为了你爸妈 脸上那点所谓的面 车奴 房奴 各种奴 都换不来一句 你对我的关心 你知道吧 我也是个人 我也需要一个 知冷知热的人 陪我一块女孩 而不是一个每天伸手 就把我当成 一个买单的婚姻 我们都是普通家庭 出来的普通人 平时少读在鸡汤 把别去硬弄那些根本就不属于你的圈子了 因为他们根本给你带回来什么 你只会越陷越深 最后坑的还是自己 你不是要花钱吗 今天开始我就听到你所有的 我错了 撒开 我已经走过你 事不是一天做的 心也不是一天煞的 撒开 这破车又咋的了呀 我上班又迟到了 没电了 没电冲吗 天冷了 电瓶充不进去电 只能等人来了 我这扶着这破车也是随了你了 干啥啥不行 东北天冷电瓶亏电 跟我有啥关系 你要是不坐就打车去 别在这给我耍 你还来脾气了是吧 不怪你怪谁呀 你那种闺蜜 冬天三亚也逼寒去了 你要那条件的话咱也去呀 这边人手着破车打不着火吗 对 这条件对你说太高了是吧 你好得整个地库也行吧 你把车放地库也不就是这样吧 不是 对 也是 你这破车根本就不配住地库 地库就比你车贵多了 又是地库又是去三亚 你为这个家付出什么了 我付出的多了 房子是我爸妈买的 你现在天天住着 车子是我贷款买的 专门接送你上下班 你什么都不用干就能坐享其成 你还不满足吗 我为什么满足呀 当时我有很多更好的选择 但我选择相信了你 你不就是愿意给我想要的生活吗 这只是你的主观意愿而已 当初你选择了我 我很感激 但我就是我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可能包 最好的都给你了 我没有办法做到实权实美 你就是在为你的无能找借口 你知道吗 你太失望了 我记得你当初不是这样的 挺有斗志的呀 我没斗志 我没钱才是真的吧 其实当初那件事我都不想提 既然你说得到这儿了 我就帮你回忆回忆 当时我追你两年多年没同意 突然有一天你出校后再起 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我想知道 你是被人家甩了才能找我的对吧 不是被甩了就是分手了 我就是我 我就这样 你别拿别人的要求来要求我 你看不光我可以走 这废胎我也当斗了 我也真是后悔呀 有的法拉利我不做 做人家打不着火了破车 你说 不是 你弄得不弄得走呗 是我们不配的 你有太多男人的痛 男性的梦 男风向 男风向 照顾 俄 你先出去吧 好 你跟我说清楚 凭什么把房子给卖了 那是我的房子 我让你住这么久已经很好了 你卖了我们一代家人住哪 爱住哪住哪 那是你的事 难不成离了婚我还得养你一辈子 你们男人都这么觉醒是吗 房子是我装修的 戴法是我还完的 我卖房子难道还要考虑你一下人的感受吗 我爸妈那么大年纪 身体又不好 那有没有良心 良心 我想问问你 你年我爸妈回老家的时候 你有良心吗 你打着我的名页去公司 拿些买适时品的时候 你有良心吗 你带着全家来找我要求的时候 你有良心吗 咱们别人有没有良心的时候 先门心自问自己有没有 我不管 这房子不能卖 不然我就把我爸妈送到这儿去 凭什么 我爸妈你就没有医无赛养吗 先不说咱们离婚了 就算没离婚 赛养也要看人嘛 我父母每次来 你爸妈宁愿让他们住客厅 也不容易把养猫的书房腾住了 给他们住 我妈中间手术的时候 你爸妈来看了 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冷潮热讽他是不是 你说 这样的父母你让我怎么赛养 可那是我们共同的家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需要的是一个家 而不是一个被称之为家的地方 我需要的是一个能配我鼎腻轻型的妻子 而不是一个只会花钱的女人 这有一万个钱 给你们住房用 别怪我住得太久了 好自我 你 别再进化 别让动物世界